英国的银行获准恢复派息 金融时报的专栏题目就是这样 但对银行股特别是汇丰来说 圣诞偶尔快乐战争尚未完结 有别于三月份的时候 欧央行就先行先 英国行后的做法 今次在恢复派息的处理上 最独特之处就是由英伦银行抢杂 相反欧央行就要去到下个礼拜 才会有决定 而且一众要员和委员的取态 仍然都很分歧 公平点说 英国的央行今次率先出责 自行决定 是银行不断游说之后 从善如流的做法 本质上也反映了几点 第一脱欧 欧洲央行和英伦银行的 变相主重关系已经有变 第二 由连续三个季度的英国银行 资本充足比率水平 即使扣除不派息的因素 依然强劲 英伦银行某程度上是曲线证明了 欧央行年初的举动是过分反映 兼斥多次一举 一步走向最严 最极端的不治监管做法 第三 设置派息水平的前设条件 其实仍然相当之难 的确单从监管机构要求的一级资本充足比率水平来看 由Netwest去到巴克来 要求分别是介乎8.9%至11.3% 以银行本身实际数字和央行最低要求 两者之间比较 或有的Netwest 缓冲达到9.3% 汇丰排第二 接近5% 本应可以派过痛快的 但是英国银行要额外设定不能超过风险权重资产 或者两成半盈利水平比例 以高者为准的关卡下 边商就为银行派息水平设下走廊 要派也不可以多 但是基于数字公告天下又二计 决定要派的话 低过走廊下限也太难看了 大家又会问 对汇丰和渣打总算是个好消息 但是问这个问题之前 很大程度忽略股价早已走在最前线 更何况今次英伦银行的最新公布 对股份回购似乎并没有描述 回购其实是高盛为首 少数大象牛市分析员近日新制造的趋势 粗略计算用英伦银行RWA 最多0.2%可作派息计算 大象今年每股可派大约是8.5美仙的股息 用盈利比例计算的话 就有大概13美仙可以派 即是在街外 估计汇丰的派息水平几乎一模一样 好像没什么惊喜 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按以上股息计算的 汇丰派息率有2.5厘 较莱斯和Netwest最多1.8厘高 但就低过渣打和巴克来 不要说和内银比 大象在欧洲银行之中 相对吸引的派息卖点 是不是再敲响呢 似乎简单易明 旗耀年第三季业绩的时候 已经表明要重新更改 漸进派息政策 讲白些 背风派息51美仙的好日子 相信都已经过去了 均不见去到2002年 街外平均预测 全年只有20美仙派息 股价由低位反弹五成 换来的是最少几年内 大减派息六成 这又是什么玩法呢